好,我们开始继续介绍,我们今天最后要讲一个交软件财统列表 三个列表,一个叫做Roacher ACL 叫做入伍器 ACL 其实这个没什么可讲的 就是普普通通的以前我们所学过的三层广工资列表 VLung ACL VACO,这个倒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它 Port ACL,也稍微有点特殊 在交换机的二层接口下面所调用的防控制列表 今天重点就要介绍这三个列表 但是重点是VLung ACL,这是支持线列表 支持量稍微大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Roacher ACL R ACL 就是我们,你想想你在入伍器上你应该学过列表吧 那录务器的列表是不是调用在录务器的接口 录务器的接口就是三层接口吗 这玩意就叫Roacher ACL 那交换机有三层口吗 交换机当然有三层口吧 交换机可以No switch port 交换机可以Interface VLine 这两个就算交换机的三层口 No switch port的接口 还有Interface VLine的接口 你就可以在交换机的三层口上调用列表 就是以前你学的这个列表 以前不是也在三层口上调用吗 你在交换机三层口也可以调用它们 改了一个名字叫Roacher ACL 应该说跟你以前学的一模一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值得可说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比划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因为毕竟路由器是没有Interface VLine的 没有VLine那个概念的 那么Interface VLine也是三层口 我们可以把列表调用到Interface VLine上 来实现VLine间反纹控制过略 这个路由器确实是没有 虽然说列表还是你学的那些列表 OK,列表还是你学的列表 但是调用的位置不太一样 能够做VLine间反纹控制 好,这样啊,我来画个图 我这个网络设计的感觉还是挺奇怪的 我重新设计一下 设计的更好理解一些 这是我的交换机 依然是刚才的3550 我们设计一个VLine10 然后来一个VLine20 我把R1放在里边 一号口 我R2 我放在这边 二号口 10码网络设计的更好 看一些 10.1.1.0 20呢 20.1.1.0-24 好,然后呢 R1.1 R2 咱们拿一个点2吧 然后拿一个网关 Interface VLine 点254 OK 然后呢 我 叫你去起个三层物油 这两个网络都通了吗 通了就是 怎么 怎么访问都可以呗 想PIN就PIN 想Tile就Tile 想HTTP就HTTP 想咋玩咋玩 好 我们马上就讲 RACO ROSERACO ACO还是以前你学的这个ACO 只是呢 我们在Interface的VLine上调用 来对VLine的控制进行 VLine的流量进行控制 OK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实验 列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只是应用的环境 以前呢 你是拥有器 现在咱们换成交换机 来做一些VLine的控制 好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呢 咱们先别做什么列表了 咱们先把网给整通吧 我们为R1 然后配个IP地址 配个网关 最简单的啊 IP地址 然后来个网关 然后呢 为了登录 为了Telet 一会儿好测 然后HTB Sore也打开 也是为了好测 就可以在那 好了 然后呢 R2 24.1.1.2 然后呢 来一个网关 VTY 像配个密码 只是为了一会儿 好 太要测一下 HTB Sore也只是为了 一会儿好测一下 其实说白了 就是配的 IP地址 1 就没有什么东西 好 然后呢 这个配完了之后呢 我们到 交换机 首先两个微烂 得有 名字倒是随便起个吧 不起名字 也就那么回事 微烂 两个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R1呢 它就是一号口 R2呢 它就是二号口 然后把两个 两个接口 画到微烂里面吧 是吧 好 这样啊 我因为这个rock 其实接了好多好多设备 我不想让那些设备 出现什么样的 影响到我 因为这个实验台 我的华为的 我的Palo Alto的 我全部都在里边的 我怕他们跟我设置 相同网端的地址 会出现问题 都下当了啊 这样 我把一号口 R1的接口 Pull Fast Mode Access Axis微烂 10 Nocional 二号口 R2守在的口 端口安全 Axis 20 Nocional 1号口 R1 所接的接口 微烂10 可以解吧 二号口 R2所接的接口 微烂20 再给没问题 然后紧接着 我们起 Interface 微烂10 10 1 1 254 Interface 微烂20 20 1 1 254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 IP Routing 网络基本上应该清活 我们来PIN下支点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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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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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才测一下 现在应该都可以通了 我们REPINR24.1.1.2 我们TEL24.1.1.2 HTTP怎么测 没有浏览器 直接 空格 80 回车 GET 斜杠 回车 网页看到了 这是HTML的 但是具体 这个你可以 直接把它贴出来 重为一个HTML文件 你拿浏览器打开 就看到 主业了 反而我并不关心你 还是怎么 反而我确定通了 现在呢 没有做任何访问控制 当然想咋通咋通 可以解吧 没有做任何控制 当然随便通了 RE想怎么访问 RE都没问题 RE想怎么访问 RE都没问题 那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控制 我们先来做第一个需求 就是RE这边 我们先只允许 TEL 就是现在RE PIN 太通了 TEL HTTP 它也通了 TEL 它也通了 对吧 下面咱们这么说 微蓝死 到微蓝 二死 就这个方向 就TEL了 可以通 TEL了 可以通 OK 那好 那现在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写 我们的列表 列表还是熟悉的列表 微蓝 10 微蓝 20 名字 就是名字而已啊 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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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TCP TEL TCP 原网络 10.1.1.0 反应码 20.1.0 20.1.0 0.0.0.25 EQ23 看一下列表 然后呢 这个列表在 哪儿调用呢 微蓝死上调用 在微蓝死的 哪个接口调用呢 在微蓝死的 哪个方向上调用呢 在入方向调用 为什么在入方向呢 你其实可以这么想这个问题 你可以认为 这个入屋器现在 这个交转机是台入屋器 可以解释吧 这是一个interface微蓝 这是一个interface微蓝 你是不是应该在入方向调用呢 可以解释吧 我这么话的话 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容易理解的 为什么是入方向 但我故意说一个 让你晕的说法 我给你说一下 很多人听晕我的这句话 在interface微蓝 入方向的列表 其实是控制 离开这个微蓝 去往其他微蓝的流量 如果说你配out 其实是控制其他微蓝 进入你这个微蓝的流量 听晕了吧 很多人听我这张话 都是听晕 in 是离开微蓝 去往其他微蓝 out 其他微蓝进入你这个微蓝的流量 你发现你听我这句话就够恰了 但如果说我就画个这个图 这是一算一个录入器 这两个都是口 然后入方向不就是离开这个微蓝 就去其他地方了吗 画这个图感觉还容易理解些 我发现那句话 反正是肯定要遭晕的 好 这个做完了 我们来测一下效果 你看 其实也没有什么 值得学的 因为列表还是这个列表 然后调用方法还是这个调用方法 也是在三层口上调用 只是录入器 那可能是什么物理接口 这是一个微蓝口而已 都是三层口 都是排币地址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你看 ping u 这对了 unreachable 得到了被列表干掉 就会发unreachable信息 然后呢 我们tel还没事 tel是没事的 然后呢 我们80 这也被挂了 ok 也通不了了 这个效果出来了 好 咱们继续 今天这个其实还有点小小有点软度 下面呢 我们又来个需求 说呢 我们微蓝2呢 也控制一下吧 这个呢 我们就控制一下pin吧 smp pin 就是 二 现在呢 二应该是开什么 二应该是pin啊 也是什么都可以通嘛 但现在呢 我们就只允许 pin 不允许其他 那好 老规矩 继续到350 permit ismp 然后呢 是24.1.1.0 24.1.1.0 10.1.1.0 echo 什么echo ismp pin过去的是echo request 回来的是echo reply echo去的流量 听见吗 smp echo 去的流量 你想 你20pin10 那这个方向 有时候在这个借口柱方向调用 那是不是应该是echo 去的流量吗 ok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echo echo的流量 20到10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又到微蓝20里面去 柱方向 上行 上行 ok 那这个时候呢 到二上去 你要说tel 10.1.1.1 不行了 pin 10.1.1.1 其实还是不行了 为什么呢 谁知道 回不来了 对 对 这回不来了 对吧 去我确实放了 回没有放回来 那好 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要在这边这个接口 在微蓝10那个接口 放一下返回流量 事还多的呢 我们到继续去 我们要继续去 在刚才那个列表里面 10到20的 permid回来的啊 permid回来的 isnp10.1.1.0 0.0.255 20.1.1.0 0.0.25 echo reply 回来的 是吧 在这的话 二 pin 就ok了 tel 10.1.1.1 也ok了 这个就通了 pin是肯定是可以通了 好 问题又来了 阿姨刚才是不是可以tel的 阿姨刚才是应该可以tel吧 现在也tel不了了 也是这个原因 也是去了 回来的时候 以前是没有这个20的微蓝珠方向的列表 现在有了 它也影响到tel的回报 那这个时候 还又要到 那个列表上去补 20的列表上去补 这个补这个列表呢 又有点小小的难度 你看看 我怎么敲的 permid的tcp后 不是后 20.1.1.0 0.0.0.25 原端口 eq23 10.1.1.0 0.0.0.25 为啥是原端口呢 因为你去的时候 原tcp 经典的理论 原端口是随机端口 目的端口是23 对吧 确实是 回来呢 回来是原端口23 你目的端口是随机端口吗 所以说回来的时候 你得原23 你解 安全考试 现在考的 这个东西 就去你23 现在回来怎么办 回来还得放的话 那你想想 回来要怎么处理一下 回来的 去目的端口23 回原端口23 一定要注意啊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点 1上面 这个时候tel 通过吧 OK 虽然说 其实这个 这个ISO嘛 我个人觉得 但我没有什么 太多值得讲的 但是这个列表 还是比较重要的 特别是 ISMP 去是AqueryQuest 回是AqueryPly tel 像tcp 原端口随机 目的端口经典端口 回来的时候 原始经典端口 目的端口随机 是吧 然后呢 就是 到底在哪个方向上 调用 反而始终是个问题 一般的 一般都在做方向做 就是控制这个 离开这个微蓝的 期望其他微蓝的流量 OK 这个ISO 其实就讲了一下 这个微蓝上调用的问题 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重点 的VACO 微蓝ACO 微蓝ACO呢 能够对微蓝内 和微蓝间的流量进行控制 刚才我们的ISO 其实只能对微蓝间的流量进行控制 这个微蓝内 微蓝间都可以 还有一个 能够对IP和非IP进行控制 好 今天我开始就说个问题啊 IP是什么 就是有IP投入的 那 SMP Tilet TCP UDP HTTP 基本上你正常见到的都是IP IP基本上统治了整个互联网 基本上 非IP的已经很少很少 很少见 ARP算是一个经常用的 其他的基本上就很少见了 但是 VACO确实可以对非IP进行控制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VACO和RISO 如果同时被调用 那么VACO要优先 为什么 有这个结论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在说什么呢 一个流量进来 它首先进入一个接口 好了 我们就解释一下 我们今天还有第三个ACO 叫做PACO 调用的接口 所以说最优先的三个ACO 这个三个ACO最优先的一个PSO 端科ACO 绝对是最优先的 入方向的 好 然后紧接着呢 你不就进入了这个VLAN吗 那就接受VACO的处理 然后呢 进入VLAN 你不就想离开这个VLAN吗 那就会接受这个 在这个SVI上的RACO的处理 这是入方向的 里边进入了其他VLAN吗 那要进入 要接受其他VLAN上的RACO VACO的处理 但是如果有的话 好 然后又会进到另外一个VLAN 又会接受这个VLAN的VACO的处理 然后最后不是出接口吗 不再接受PSO的处理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接受PSO PSO 端科ACO 只能对入方向 调用 只能在入方向 出方向调用不了的 不能调用到出方向 所以说呢 就没有了 出去了 就可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PSO是第一 VACO是第二 RACO是第三 这个顺序 随着刚才 他这个说法就没有错了 就是确实是 确实这个VACO 更选RACO 还有一个点 叫做无方向性 进入或离开都受控制 这又是啥意思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 它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它对VLAN内的流量 VLAN间的流量 它可以控制 比如说这VLAN内 这是R1 这是R2 我们在这个VLAN上 运用了VACO 这个技术 VACO技术就是说 进入这个VLAN 做控制 那你想想啊 R1跟R想通 比如说PIN通 过去是Echo Request 回来是Echo Reply 不管你是过去 你进VLAN 你回来 你不是还进VLAN吗 你只要进这个VLAN 那都得遭受VACO的处理 你不管你就算是 去往其他地方 你去往其他地方 你也进VLAN 那其他回来 你也进VLAN 你也是要双向 遭受VACO处理 VACO就是说 进入这个VLAN的 都受控制 你解释吗 那好 那就双向都要去处理 那好一个问题 如果说 你玩的思路是 我就把这些放了 其他都不通 可以 在这种思路吧 另外一种思路就是说 我把这些拒绝了 其他都可以通 两种思路啊 好 如果说你的思路是 我就把东西放了 其他都不通 那好 你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双向都要放 你去也得放 你回也得放 这都通不了嘛 你不能说放一边吧 放一边就通不了了 对吧 放的时候 一定要双向都要放 但是 如果说你的另外一种思路 说我把这个干掉了 其他都通了 干掉呢 就不用那么讲究 你把它去干掉 它也是不通 回干掉 它还是不通 你双向干掉 它还是不通 对吧 所以你干掉呢 你到底是想双向干掉 还是单向干掉呢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一般来说呢 讲究点 你就双向都干 你不讲究 你单向干掉 也没事 OK 所以要理解 如果说你放 那你一定要双向放 那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了 但如果说你想干掉 一个流量 那反正你去干掉 这不得干掉吗 回干掉不是也干掉吗 双向干掉不是也是干掉吗 对吧 反正通不了 不就拉倒了吗 但一般情况 讲究点还是双向的干掉 会比较靠谱一线 好 所以这里要注意是 双向流量 放行的时候 一定要双向放 一会我主要是要 双向放流量 还有一个能够支持Capture 我给你解释一下 VASIL这个技术呢 其实从3550这种 比较老的交远机 到现在最新的交远机 都能够支持 但是呢 要支持这种Capture 什么意思呢 像3550这种低端交远机 就只能说 VASIL就说 就跟ASIL一样 就说 permit就走了 不叫permit就走了 forward就走了 然后Zorp就被干掉了 只有高端的 四个最高端的两款交远机 一个四个的65 一个四个的LEXUS7000 能够支持Capture 就是说 提配了 我把你放过 而且我抓包 我给你抓下来 发到一个IPS 或者说一个抓包工具里面 抓包 外部的一个抓包程序里面去 只有最高端的两款交远机 才能够支持Capture VASIL的Capture 普通交远机都做不了 只有最高端的 能够说 我把你发走 我抓包 能够支持这个效果 好 这是VASIL最重要的 再看看 微蓝内微蓝间 IP非IP 优先于RASIL 没有方向性 双向都要放过 这是Capture 这它的几个特点 在机械上看过了 微蓝内 没有方向 这是Capture 这个优先顺序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给你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 孩子刚才这个图 咱们再加点色复进去 这儿我把刚才的RASIL给干掉 现在跟它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了 现在都干掉了 那这个时候又来了 随便通了 P24.1.1.2 TEL20.1.1.2 20.1.1.2 就没事吧 好 我列表刚才你取掉了 现在这样 我们再加一个设备进来 我们再加一个设备进来 我们叫R3 然后就点3 它肯定是三号口 这个时候我们来配R3 这些打开呢 只是为了能够测TEL 能够测HTTP 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用处 好 R3配来比例子配来网关 我们再往机上 我们把R3的接口 回来10 No shutdown 基本上把R3也放进来了 当然了 基本上也就是让它通 这个时候我确定一下 我R1 我们PIN10.1.1.3 带我10.1.1.3 好 好 说到这呢 我们先来点简单的 我们 微蓝类 1和3之间 就1和3之间 我们只允许TEL 就是微蓝时 我们做VSL 在微蓝时 1和3之间 就只允许TEL 好 这东西怎么做 我们来看VSL最最最基本的啊 最基本的我们来个列表 放过 双向放过 回看好啊 双向放过吧 双向放过 因为我现在的第一个需求是 微蓝时里面 1 TEL 3 没有问题 其他全部通通的不允许 OK 好 这是一个列表 列表 请注意 列表 这个地方应该说成什么呢 可能有些人学了列表 总是会有这么一种很大的误会 这个误会是什么呢 permit就是过 deny就是被干掉 这种概念我觉得你应该早就应该被抛弃掉了 应该说permit叫匹配上 deny叫不匹配上 匹配上它真不一定过 一会儿会写一个做法 它就做了 虽然你千万不要说permit就一定是过 这个列表如果掉不到接口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列表它不是说只是做防控制的 词课的列表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 能够用来大部分的任务就是匹配流量 这只能说叫匹配上了 至于走不走那还不一定 好那这个时候呢 叫我们紧接着列表做了 然后我们开始做VLAN axxmap 起名字 给ID 给个顺序 它也是从上我们下匹配的 然后呢我们就match ip address 好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跟上刚才你的列表 然后呢 然后呢你看 Action 如果说你流逼的 六五 七千 就会有一个capture 但是呢 我们这种交往机就只能是forward 要么job 如果说这个地方我就抄job 那个是挂了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说permit 就是 只通过 我们不一定 permit完全可以匹配出来给干了 完全可能 啊 当然了这时候确实是想把它发走 好 给它forward 看看这个配置啊 列表啊 就是匹配1和3之间的tile 然后呢 vacl的配法叫做 我们可以看最前面的 叫做vlanxmap 匹配的一个列表 发走 默认干掉所有 跟那个普通的防控这个意思一样 默认干掉所有 好了 那紧接着继续 这个列表调用 怎么调用呢 通过vlanfilter 调用qy糖 vacl 然后呢 可以vlan vlanlist 你可以直接敲 1到 1000回车 当然这也太 1000回车太夸张了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 10 vlanlist可以 10-20 10-30 可以是10-100回车 都可以 OK 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呢 确实就想调用到vlan10 所以vlan10回车 调往上 好 这就算是一个最简单的vco了 我们一会儿还会把它再做的再复杂一些 但现在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这是vco的策略 然后这是调用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 这个效果 etail3 这还是OK的 不是唯一通的吗 pin3 通不了了 但是其他的就不用测了 而且3去 3要去pin1也不行 3要去tail1也不行 只是1tail3 反过来都不行 因为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 那个策略 那确实就 只是放了一个 1到3 双向放过走了 其余被干掉了 对不对 其实那我觉得基本上配置大概的意思已经讲到了 但是一会儿还有很多细节 配置的意思就是说 再重复一遍 首先你匹配流量 一般就是permeter 匹配流量 你要denay的话就是不匹配这个流量 匹配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匹配微蓝内 也可以匹配微蓝间 都没事 那而且再聊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匹配流量是放过的 那一定要双向匹配 如果你匹配流量是干掉的 那OK 你单向没事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然后呢有了列表之后呢 你就可以匹配 在这儿做 VSAIL 给个ID 然后呢 匹配列表 然后发走 然后调用 默认干掉所有 OK 这基本上就是VSAIL的基本配置了 配置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是下面我们来讲一些细节 第一个细节 第二个细节我要讲的就是 它其实可以微蓝间 也可以控制 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微蓝间 它也不通了 你R1 看R1 你想PIN一下 你想PIN一下这个 20.1.1.2 微蓝间也被控制了 对吧 微蓝间也被控制了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玩 我们做一个列表 微蓝10 微蓝20 permid IP 直接IP啊 10.1.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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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到20.1.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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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然后呢继续做 VACO ID 20 Mesh IC Adress Action 这个 也被控制了 那这样的话 微蓝10和微蓝20 20 通了 微蓝10和微蓝20 20 20.1.1.0 我想想啊 这个为什么会不同呢 微蓝间 微蓝 双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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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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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网的事儿了 我这儿确实有点 不容易想得起来 双向双向啊 对吧双向嘛 你permid一定要双向啊 permid IP 20.1.1.0 0.0.0.5 10.1.0.0.0.5 10.1.0.0.0.5 好 这把啊 试试看 ok 还有来看 20.1.1.2 ok 好 这是 微蓝间 你可以控制 好 我们再比划一个 我们可以匹配一些流浪的把它干掉 可以干掉 比如说我们想 刚才pin啊tile都行 那么我们把tile干掉 好 干掉啊 这个时候又来了啊 干掉其实你可以不讲究的 说我就把发起干掉就行了嘛 双向何必这么讲究呢 这也太讲究了 好我们就来一个 比如说R1到R2 pilot 请注意这个地方依然是permit 10.1.1.1到10.1 R10.1.1.2 EQ 可以吧 这个就没有要双向 干掉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 去把它干掉 灭了它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呢 你想想ID应该怎么放 ID应该是中间吧 这就是为什么10和20 你可以来个15啊 来个15吧 然后 match 就跟那个列表不也可以来15吗 中间插吗 然后呢 你来一个 这个流量 Action 对吧 对吧 这就把这个流量给干掉了 你可以把特定的流量给它干掉 所以说 列表基本上都是permit 但是permit出来 到底怎么干呢 不一定 可以 这个时候感受一下这个效果 不通了吧 OK 但是ping应该还可以啊 可以吧 好 这说明了一个叫微蓝内 微蓝间的问题 好继续再看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细节很多 还有个问题 刚才我一直在说默认干掉活用 默认 当然感受到确实默认是干掉所有的 但是呢 有些人有一个问题 说more干掉所有好 那more本来干掉所有 我能不能这样 30 Action job 不是看起来更好看吗 就跟那个 像Lucci列表不是我们喜欢 敲一个deny所有在最后吗 说那我敲这个行不行 告诉你不行 不能这么敲 这是很多的问题啊 真不行 我跟你讲为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很可怕 不能不能这么敲 至少我现在不能这么敲 不是说真的不能这么敲 我现在不能不能这么敲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选拨 如果说一个策略 你给了个ID 直接啥也不匹配 Action job 结果就是 未匹配的 IP 非IP 全部干掉 IP被干掉 可以接受 这句话 非IP 非IP 也被干掉 非IP 那你想想 ARP就废了 ARP就废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ARP废了 ARP废了 你觉得IP能通吗 IP也通不了 是个意思吧 那为什么开始 我们不需要30能通呢 你就看看第二句 如果整个 VSU里面 只是 Match IP Match IP Match IP 的话 那么 那么默认 没有匹配的IP被干掉 非IP不管 明白吗 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 如果整个里面 都是Match Mark Match Mark Match Mark的话 那么 没有匹配的非IP被干掉 IP不管 所以说刚才我们不敲30 就是 这些IP是这么处理 没有匹配的IP被干掉 非IP 不管 理解吗 非IP不管就通了呗 但你非得跟我整个 这个玩儿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玩儿是非IP也都废了 理解吧 这个非IP可废了 我告诉人 非IP废了ARP就没有了 ARP就没有了 ARP没有了 基本上跟网不通就差不多了 所以是吧 那好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 当然也有办法 那就放 咱们就聊 他不是可以放非IP吗 那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放非IP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写个叫 Mark列表的东西 Mark 扩展 QIT ARP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时候依然你用Permit 用Permit Any Any 0x 0806 0x0 0x0 0.0.0.0 相当于就是这个host 0806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 你就可以在前面 你就可以在前面继续在30前面找一个号 25吧 Match Mark Adress 它 然后Action Forward 这就没事了 如果说你Pay了这个 那其实 那如果说你此时这么Pay 那么你Pay不Pay这个30 Pay 也没事 不Pay也没事 像我都一样 OK 需要了解啊 这个默认可是干掉所有非IP的 这一定要注意 IRP废了 基本上也就废了 好 一个重要的资点我给你解释一下 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 很严重的误会 就是斯科的Mark列表 你严重说一下 斯科的Mark列表 斯科的Mark列表 只匹配 非IP流量 只管 非IP流量 完全不管 IP流量 我给你举个例子 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有些人说 我们想做这么一个东西 R1 这是R2 这Mark列子为A 这Mark列子为B 那他想说呢 我做一个Mark列表 我匹配A到B的流量 我给他做不了 匹配A到B的流量 我给他做不了 那他认为 应该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比如说这些PIN啊 比如说什么TEL的这呀 就通不了了 我告诉你 完全不会影响到他们 他只干掉了 他只干掉了 A到B 之间的 非IP流量 非IP流量 一定要注意 Mark列表 斯科的Mark列表 只对 非IP流量生效 当然了 你可能觉得其实还是不同 因为A到B的 ARP被干掉 但是你 但是呢 你换个思路想 你如果R1跟R 手动静态一 是个ARP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上课 我就要跟你说 斯科的Mark列表 绝对 只对非IP起作用 IP绝对不管 当然了 非IP干掉了 ARP呢 他附带了一种很严重的效果 会造成IP不通 但是那个跟他没关系 他只控制非IP 有些厂商像华为 又抄的不好 华为的那个Mark列表 我用过 那就真的跟这个一样了 就真的是Mark 反正就全部都不通了 一些非IP 都是只要这个原模Mark 都干掉了 华为是这样的 我知道 那我只能认为 他的抄的抄的不专业 我只能说的抄的不专业 斯科Mark列表 绝对非IP 你可以到处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问题 斯科很多文档都写错了 斯科各种各样的文档 各种错 全部写Mark列表 全部都搞错了 所以说自己 斯科自己的人 很多都不太理解 这个Mark列表的意义 纯非IP 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呢 PSL PSL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就是普通的列表 也可以抄IP列表 也可以抄Mark列表 在接口住方向 调用 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 比如说 你要控制这个接口的IP 就是 这个列表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依然是你学习的列表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把一个 传说中的三层 线路控制列表 调用到了一个 switch port 接口上面 这是特殊之处 你看你以前调用这些列表的地方都是 三层口 配IPD值的口 low switch port svi 但是此时 这个port是一个特殊 它是把一个三层列表调用到了一个二层口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它只能在这个方向处理 那这样的话 进入这个三层口的流量 就只有这个流量可以过了 但这个不测了 没有什么太多意思 可以对进入这个接口的 非IP进行控制 也是入方向 这叫portsl 你可以自己测一下 可以管一下这个接口的 非IP流量 可以管一下这个接口的 IP粒子 其实IP粒子绑电就可以做 IP粒子绑电 这个IP可以过 mark粒子绑电怎么做 通团权 是吧 IPmark都可以绑电 portsl OK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那么基本上 就该讲的就讲 这些实验一下来自己做一做 特别是这个 这个基本上 IOU好像大部分还是可以敲的 你们可以自己试试 OK